沒想到他有什麼就可以整齊了 我們再稍微踢一下 基本上,我們講過滑輪的做工,記不記得嗎? 假設我一個人,我拉了一條繩子 我把一個物體從地面放上拉 假設的質量是m,我的高度是h 我拉到上面去之後,我做了多少工? 我做的工多大? 然後呢? 這樣子說法有點怪 就是我們習慣的說法是歷程上距離 我會說歷程公司嗎? 這樣,不是歷程公司 我們指的樣子 我們講說做工這件事情 它已經跟你的力量還有距離有關 不是嗎? f5h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講說等於fb嘛 對不對? 是不是? 力量跟距離有關 哈囉學練 我們的力量在這邊是多少? mg 對不對? 是不是? 我要對抗的一性力 所以我c的力 f一定來mg 是不是這樣的? 有沒有問題? 讓我講問題 有問題要趕快講 有問題 我做的距離是多少? h 所以我的功是mgh 我做了這麼多的功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另外一個 他說我的力氣沒那麼大 所以他用滑輪 對不對? 他用滑輪 所以他的繩子呢 是經過一個滑輪 固定在地板上 這是固定的 我這個滑輪呢 掉了一個固體 我的質量一樣是m 請問我需要4的力量是多少? 我這個重力是不是 2分之多少? 是mg 我不會說2分之1 我4的力是多少? 2分之mg 我的不是2分之mg 我的不是2分之mg 我這邊是4的力 是2分之1mg 你可以說這個f是他的一半 沒有問題 但是這邊我們這是新的f 這是一個f 這是另外一個f 你如果硬要寫一些f1 f2 f2是2分之mg 有問題 沒有問題 這邊有兩條生 這邊張力是相同的 這個張力跟這個張力 這是用f2的力量來拉 這兩個f2我們混成一個mg 所以一個f2是2分之mg 我要2分之mg 可以往上拉 H1 如果他比2分之mg大力來拉的話 那他會變成 有加速度 他會加速度運動 這個的話他就會等速度 對等速度運動 因為他瘦的力相同 他基本上就不瘦力了 才會撤得住 等速度運動 對 好了 同樣道理 我要把它拉上去 我需要拉多長的繩子 H 是H嗎 2倍 2H 我需要拉2倍的H 對 是吧 我要拉2倍的H 省力 所以我所做的功 我所做的功是甚麼 我用1mg的力去拉他 可是我需要拉2倍的H 是不是 所以他拉到你了 我做的功還是一樣mgH 是不是 有 有沒有這樣看得到 有 有 所以通常這種東西 我們在做功的時候 你以功腳步來看的話 你要嘛 省力 我只有2分之間的力 我省力了 可是我拉的距離是2倍 我有沒有省功 我有沒有省功 我沒有省功喔 功是不可以被省的 功沒辦法被省 所以這種東西都是要做省力裝置 但是他沒有辦法讓你的功減少 他是可以讓你省力喔 功沒有減少 好 那看一個最簡單的最簡單的省力裝置 是 剪刀 也沒有 一剪刀就飛 我想 把一個東西 推到貨車上面去 好 這貨車的平台 貼上去 好帥喔 好 請問我怎麼把它弄上去 這個物體很重啊 我怎麼把它推上去 踢上去 通常來講 沒有看過 我不知道你們看過沒有 用滾輪 他這邊會用滾輪的一個平台 然後推一推上去 滾輪的意思是說 相當於在這邊 他沒有什麼摩擦力 我不要讓你推得到 他要緊張摩擦 好緊張摩擦 所以我要把它推上去 我要抵上哪邊的力 地心靈 地心靈向下 地心靈是不是向下 對 地心靈向下 所以地心靈向下 會分成兩個力 會分成哪兩個力 垂直向下 垂直這個平台 跟平行這個平台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想像中 地心靈力 這個力是mg 對不對 他是不是 可以分成這個方向的力 跟這個方向的力 所以他就兩個力合成 希望往上吹的力 要跟誰抵銷 垂直向 欸 是跟平行的底下 垂直的力 垂直的力 基本上我不用抵銷 因為他就是靠這個板子支撐 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要抵銷這個平行的力 要抵銷這個力就好 所以我想要抵銷這個方向的力 所以那 他兩個力會長大的 哪個力會長大的 平行跟 不會啊 改你角度啊 假的我的角度這麼斜 跟我角度這麼大 我們上次都畫過分力嗎 喔 對 我同樣受了一個盡力 我同樣受了一個重力 我同樣受了一個重力 請問 C他 平行 平面的力 哪個會比較大 這兩個case 誰會比較大 比較沒有寫的這個 這個會平行的力比較大嗎 對啊 那既然是我們平的力 請問我們平行的力 沒有 那為什麼越不寫的力會越大 不是 你這樣想就好了 你想 你有平行的垂直 請問 在這個地方 對 他平行斜面的力比較大 還在這個地方 他平行斜面的力比較大 懂我意思嗎 平行斜面 平行斜面力就是 這個方向的平行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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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個case 一個垂直一個水平 誰平行斜面的力比較大 水平跟垂直 平行斜面的力 哪一個 垂直 垂直的平行斜面比較大 因為基本上 他平行斜面就是他的mg 全部都在這裡 是不是 所以平行有沒有平行斜面的力 沒有 沒有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這樣想像 我上來一點點是不是有多一點點 上來越多的時候 我就越大 平行斜面的力就越大 是不是這樣子 到這邊是全部嘛 到這邊是沒有嘛 這樣可以接受嗎 嗯 好了 所以這平行斜面的力 是跟著你腳步有關 跟腳步有關 這腳步也在這裡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推薦應該是 在提供它兩個 兩種重力吧 哪兩個 我的推力 哪兩個 所以我把這個推上來 就是那個垂直的那個 重力還有部分 這個垂直的嗎 還是這個 這個力已經被分成這兩個力 分解掉了 好 那 就是說 我現在把王城的 讓他再抵抗 那個重力 等著兩個力 是兩個人抵抗 哪一個 哪一個 呃 呃 你幹嘛上來抵抗哪一個 就是說 這個力 然後其實在抵抗這個力 也在抵抗這個力 你畫了在 你現在抵抗兩個力 基本上都沒有在抵抗 我們就在抵抗白色的力 哦 對 這個 這個 白色的力呢 已經被分解成 垂直方向跟藍色的方向 所以我們不再拿 白色這個向下力來討論 已經沒有了 這個力已經被分解成這兩個力了 被分解成這兩個力之後 我們抵抗的 紅色的力 抵抗誰 只要抵抗藍色的力 紅色的力就不管它了 對吧 好 所以我們這個力呢 只要抵抗它 所以這兩個力要有相感就可以了 這一個力有多大 這力有多大 這力有多大 它 它的方塊 每個位置不一樣 每個位置不同 對 所以它是一個三角形 它有三角形的關機 三角形有學過相似三角形嗎 有 沒有 沒有學過相似三角形 沒有學過相似三角形 這個跟這條形平行 相似三角形 這個跟這條形平行 這叫做相似三角形 看得出來相似嗎 相似就是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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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搞這樣起來 你搞這樣起來 你搞這樣 不能這樣 你不能這樣 你不能這樣 經過放大或是 經過放大或是 可以全等的 是經過放大或是 我覺得你應該用比例來講 那比如說 你看 小小啦 小小線跟大線 比例的 小線跟大線 那就是 這是最數學分的講什麼 那是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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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三角形 有個簡單的看法 就是它的腳不夠一樣 那腳不夠一樣 三個腳不夠一樣 三個腳不夠一樣 就是像三角形 不管 他們剛剛講 那不是結果 像是三角形 只有一個 前提 就是三個腳不夠一樣 兩個就好啦 你可以講 我講三個有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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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只有一個 沒錯 它的前提很多 因為你三角 三角形總的180 都是我們假證的椅子 還有你這個結果 對不對 可是假如我每個人都不知道 三個都一樣的時候 我講三個腳都一樣 是絕對沒有錯的 對吧 那也是結果 那什麼結果 是結果 因為它三邊相似 三邊等比它 一樣它相似三角形 等比是我們推出來的結果 等比是推出來的結果 但是我現在講的是 相似三角形 那你可以拿一張前提啊 好我現在不跟你考慮數學好不好 我不跟你考慮數學好不好 我不跟你考慮數學 三角形 三個腳步都相同的時候 就叫做相似三角形 所以你們曉得有沒有拿過三角板 有沒有拿過三角板 哈囉 有沒有拿過三角板 好 三角板 我擺這邊有沒有三角板 三角板它通常給你的三角板有兩種 一種呢 是大概這樣的角度 記不記得 三六九 一種呢是這樣的角度 好 一個這邊跟這邊等長的三角形 這個是四十五度角 這是四十度角 這是九十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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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六十度角 這邊是三十度角 通常給你兩個三角形 三角板通常是這樣 對不對 記不記得 三六九 你拿過三角板 我們長這樣子 好 你去看喔 如果我現在拿到三角板 有沒有大組跟小組的 好 我比錯了 大組跟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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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假設我現在拿的是大組的話 大概要是九十度 六十度 三十度 好 四十五度 九十度 一樣 這樣 你跟我畫這個角度 就就是表示指甲 知道嗎 你學過吧 我學了嗎 對對對 我給我們知道你們的 在哪裡 好 就像相似三角形正常來講 可能是在國二就教了吧 國二相似 雖然你還沒學到 所以我要當我再掌聲在哪裡 必須講一遍 不是先講全能在講相似嗎 全能 我一樣講我 對啊 OK 停 你們現在如果有空去看書 去做別的事情 看書看書看書 我不要插嘴 我看書 相似在 看書就看書 不要用嘴巴看書 這相似三角形 相似三角形的情況 就是三的角度相似三的角度 要相似三角形 好了 接下來看你現象 有個現象 我要你先記起來就好 怎麼來的 這會哨功 但是我先要你記起來 通常呢 這一邊的長度 比上這一邊的長度 會等 這一邊的長度 比上這邊的長度 聽懂意思嗎 甲哥這長度是A 這長度是B 那這長度是2A 那這長度會多少 2B 知道意思嗎 這叫長度比的意思 他長度會輕比第一關性 這一個相似這樣小型 假設這長度是3 這長度是7 假設啦 這不是真的假設齁 這長度如果是5的話 他長度是多少 很醜耶 讀書啦 這個位置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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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寫 你看看是不是這樣 7乘以3分之5 是不是 對不對 這個倍數是不是3分之5倍 所以我們把7乘以3分之5倍 就變成全部的長度 是不是這樣 是啦 這是比例關係 這比例關係 所以假設呢 我這個長度是2 我這個長度是6 這長度如果是4的話 這長度是多少 多少 12 12沒有說好 12 這3倍 4跟3 4跟4是3倍 2跟6是3倍 就呈比例關係 這叫相似三角形 他的相似邊 對應邊會呈比例關係 同樣道理 假設這邊是3 那這邊是多少 好 一樣會呈3倍 一樣會呈3倍 小三角形 大三角形 如果邊長呈3倍 他每一邊都會呈3倍 所以這邊是9 OK 這叫相似三角形 這樣沒問題 沒問題吧 好 我們會了 所以我們來看這三角形 這邊有個三角形 這邊有個三角形 所以你該回來 你該回來 這個説 為什麼很重心地線地的壓力 這個地 請你分解成 一個跟這個方向平行 一個跟這個方向平行的地 怎麼分 好 分解成 這個地丟 這個方向力跟這個方向力所合成的 怎麼分 可以 哇 可以再用力 力的分解 再呼吸一下 同學 力的分解 一定要平勇的方向嗎 我一定的方向 一定要平勇的方向嗎 你這樣的話 沒辦法 你的方向都沒有選擇 謝謝 OK 同學看在這邊 看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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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講的你還沒來看 你舉起來就順便看 對 怎麼畫出它的平型的力 怎麼畫出它的力 在這兩邊的分力 怎麼畫出來 我把白色的這個力 要分解成這個方向跟這個方向的合力 有一個方向在這邊 有一個方向在這邊的力 雅克力 合成這個力 我要怎麼畫 它會是周 各位畫 會畫在上海標本 看一看 課本應該有寫 對 如果你們有看的話 應該在佛二的下學期 在佛二的下學期 那是我的方向 不要把方向插掉 那是我的方向 不要把方向插掉 你剛剛把它插掉那個方向 做什麼方向 就是 這麼大吧 因為發現 就是說它會是這兩個的 比較關係 比例關係 就是 不用解釋給我 給你畫出來 怎麼樣 多大 我看不太大小 多大 就差不多 差不多 謝謝 不是齁 好 好 什麼關係 你為什麼畫這條線 那條線 那條線你怎麼畫出來 就是 就是它跟它垂直 然後它跟它垂直 所以就是這麼大 這麼大 子龍你有看他畫的嗎 我有看他畫的嗎 來那個 融圈不用找 看他畫那邊 對 你看看他畫的嗎 它畫出來不是 你現在畫說 反正就是這個粒 加上這個粒 這個粒 這個粒跟兩個粒一樣 大小大粒 這是用解釋的 沒有錯 但是在幾何章可以畫得出來 打上去 但是 冠圓辦了個錯 我沒有說一定要垂直 解釋一定要垂直 也沒有說一定要平行 我只是兩個方向 所以怎麼畫 我只是畫它的垂直線 這邊不是畫垂直線 這條線要跟這條線平行 這條線跟這條線平行 我就可以畫出兩個粒 我就可以畫出來 這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我再畫一次 我再畫一次 這邊有兩個方向 有沒有垂直 沒有 沒有垂直 我這樣畫個粒 紅色的粒在這裡 我這個紅色的粒 可不可以是由這兩個方向的粒 所合成的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要怎麼畫 球到平行線 就畫出一個平行四邊形 這邊 它是對條線 這邊在這邊的平行線 畫出來 好 這邊在這邊的平行線 通過這兩個平行線 畫出來 接下來 這個就是我的粒 這個粒跟這個粒 就是我的粒 我可以把這個粒移過來 這個粒的大小 就是我的粒的大小 你知道紅色的粒 是由這個粒跟這個粒 所合成 當同一同一 這個大小我們畫出來 非常厚 大小我們畫出來 這長度就很大小 就不用你想像 就是想像一下 想像一下 我就畫這個平行線 就這邊有個粒 這個粒要怎麼 不用不用 不用這樣做 就是可以直接畫出來 這就是幾何做的 幾何做的 可以直接畫出它的大小 可以直接畫它的大小 懂我意思嗎 懂我意思嗎 懂我意思應該把它做筆記吧 你們都會寫 都會做了嗎 當然 這當然的 講得這麼當然的 講得這麼當然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所以同樣的 這個粒有個重力超向 向下 我是可以把它分解成兩個粒 哪兩個粒呢 一個是平行這個板子 一個是垂直這個板子 一個是垂直這個板子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我可以畫出平行跟垂直的板子的粒嗎 它只有兩個粒合成 哪兩個粒呢 好 一樣嘛 我們想畫出平行線 畫出平行線 所以它只有這個粒 跟這個粒 所合成的 白色這個粒 是由這個粒跟這個粒所合成的 對不對 對吧 所以我推它的粒 只要抵上這塊粒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那這個粒有多大 不小 這樣很奇怪 有多大 這樣粒有多大 我不知道 但我可以用三小型來分析嗎 可以用三小型來分析嗎 這是一個直角三小型對不對 直角三小型 直角三小型 你學過B式定理沒有 學過 B式定理學過沒有 沒有學過B式定理 好 那就要記起來 那我們的方法就要記起來 這是一個直角三小型 如果這邊是A的話 底邊是A 高度是A的話 這邊是C的話 C平方等A平方加B平方 這是一個B式定理的關係 A不C三個方向的關係 好 後來看到這邊有個 這邊有個直角三小型 假設這個底邊長是A 這個高是B 斜邊是C的話 我們講過了 這也是一個相似三小型 這是不是相似三小型 看一下 這個角度是不是90度 我們講過了 相似三小型只有一個前提 就是三個角 要不要可以一樣 就這三角 這個三角型跟這三角型 它裡面對應邊的角度 是一模一樣 這就是相似三小型 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 這條線是不是跟這條線平行 這個角是不是等於 哪個角 等於這個角 蛤 為什麼 為什麼齁 太神奇了吧 這也不神奇啊 太神奇了 那你說哪個角這個 這什麼鑽平的呢 這好屌喔 哪一個角等於哪一個角 哪一個角 臉角的臉角 臉角的臉角 你太多圖形 對對對 畫在這裡嗎 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現象 這邊有另外一條線 這是垂直角 然後這邊是垂直角 請問這個藍色跟這個白色 你有沒有相似 我不知道 我們來證明嘛 可以證明 可以證明 你也不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你不知道 這條線跟這條線是 這條線是平音線 對啊 平音線 然後呢 平音線有什麼 有什麼條線沒有 這叫做什麼角 沒錯角 沒錯角 沒錯角是相的 有 好 這個角跟這個角 是什麼角 這個角 同一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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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個角有相的 有 有相的 所以這個角 有沒有等於這個角 這樣的話 這邊是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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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角是直角 所以這個角怎麼相似 好 所以就是三條線相似 沒關係 但你有感覺 可以不會有感覺 你現在不會證明 可以不會有感覺 總學院 可以有感覺 你可以畫兩條線 平行線 平行線 我現在畫一條線 可以 我畫這個 你可以想像這條線 其實這個角跟這個角 是一樣大的 可以喔 然後 然後還有哪個角 這個角 跟這個角相似 有 好 這個角的話 就一定像 這兩條線相似 這你學過嗎 學過嗎 好 好 這個會吧 你會畫一條線 有沒有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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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感覺它是相等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學是這樣 學習 自然科學跟數學 是非常直覺的關係 是非常直覺 有感覺最重要 你會證明它很重要 重要是要有感覺 我有感覺它會相等 我有感覺它會怎麼樣 有感覺 要裝到感覺 是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要裝到感覺 你沒有感覺 你記了很多東西 你都沒有感覺 你是白學了 你有感覺 我跟你講 艾斯蘭就是有感覺 它感覺到速度 跟質量之間有關係 我感覺時間 越變化的時候 我在速度很快的時候 會產生一些很奇怪的變化 它有感覺 它就推出相對論 它主要就是感覺喔 那時候根本實驗都沒有辦法證明的東西 它找了那個實驗 找了這樣一百年 沒辦法證明的東西 它已經有感覺了 牛頓 找了一百年 對 實驗做不出來的東西 它一百年已經在想不完 牛頓 發現萬語迪這事情 它還是靠感覺 靠一個想像 靠一個感覺 慢慢推進這樣到底 那又不是你看到的喔 你看到你看不到 你看到眼睛嗎 看不到眼睛嗎 你看到眼睛嗎 看不到眼睛嗎 但是它有感覺 你說什麼 虎哥最好要拿黃筍筋 因為我要寫這個東西 可以 下次你記得 那個 其實你可以在那個 我們學習單的另外一面 一個空白處寫筆 可以這樣 可以習慣了 然後我可以踩到 所以這個三角形 來回到這邊 這個土跟這個土有點類似喔 所以這邊有個相似三角形 跟那個大的三角形是相似的 可以感覺的到嗎 這個小三角形 跟那個大三角形 是相似三角形 可以接受嗎 意思是一樣的喔 意思跟這是一樣的喔 超高的小間 意思是一樣的喔 這樣我需要再證明一次嗎 這我已經剛剛證明過了嗎 這三個相似三個 也是一樣的喔 好來看一下 所以這邊跟這邊的關係 是誰比誰 用ABC來看 ABC來看 我這個 BBC 這個是C齁 這是B對不對 C跟B的關係 所以這個大小是多少 BBC 是不是 C分之B 乘到MG C 是不是 他比較小 他比C小 對不對 所以大的棒分 小的棒分是甚麼 對 好 各位介紹 這個有點高深 有點高深 這是一個非常高深的東西 好 換你們數學好了 換你們數學 不是不是不是 聽我講 好 要 假設 這邊是 2 假設這邊是3 這邊的話應該是 根號 4加9 我打到23 好 根號13比2大 根號13比3大 可以接受 好 可以 好 那我這邊 聽料率多少 2T 是不是 根號13分之2MG 問我 我這是他的高嗎 不懂 太難了 太多東西 太難了 太難了 太跳躍了 哪裡等比 什麼等比 你現在 這一段比 他是 C比P的 這樣 所以 我跟你說 他是1 他是2 然後是1 3 這樣也合理 好 我現在講什麼 在講什麼 這很沒關係 我已經告訴你 這段是MG了 對啊 好 先回去 來看一下 先回去一下 我們來 我們來列式子好不好 冠遠 先回去一下 我們來列式子 冠遠退下 來看一下 同學看一下這邊 好 看一下這邊 看一下這邊 假設我現在教訓你說 有一個東西 跟另外一個東西相比 我們比的方式寫 在小學 寫的時候 我們會寫這樣 一比二 等於 二比 大 四 四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寫 是不是這樣寫 好 國中以後 拜託這樣子 一比二 等於 二比多少 四 四 這樣可以 可以接受嗎 一樣 對 一樣沒有 這樣可以接受嗎 榮先生可以接受嗎 沒有差 蛤 沒有差 所以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來慢慢看一下 可是不習慣 有時候大概轉不過來 對 但是又是慢慢習慣 一比二是橫的寫 就像我跟你們講說 三除以二 不要這樣寫 要寫什麼 三乘以多少 三乘以二分之一 要慢慢習慣成這樣寫 對 慢慢習慣成這樣寫 對啦 但是我說這個 轉換的過程 要經過這樣的一個轉換 所以我講說 氣算過程很重要 就是這樣寫 好 那我們現在假設 我們用假設的 我假設這個力是F 可不可以 我假設這個力是F可不可以 這個力 這個力 這個力是F可不可以 我假設他是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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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要不要放大 同學 小聲 再小聲 好不好 除非很重要 所以你就要舉手 說我現在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發表 OK 這個力是F 橫向方向的力是F 可不可以 好 F比上MG MG是什麼 MG是這個力 MG是向下的力 是吧 是不是 是不是 有問題要趕快講 有問題喔 是不是 MG 除上MG 等於什麼 是不是這樣有B跟C的比值 B跟C的比值 對 相似這樣有型 所以我們是 剛剛是這邊 這是斜邊 這是字條在這裡 字條在這裡 對照他的方向 對照一下 所以我們這邊是 B比C 是不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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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不是 想一下沒關係 想一下是不是 如果你還在想 還是我還在想 我不知道現在 主軟大家時間 零解是怎麼回事 是不是 是不是 時間不會零解 子鴻是不是 對 沒有 我剛剛沒有想 為什麼他這個 他那麼小的 像大的 像 這個東西我們剛剛有想 有啊 我懂 他忘了 他畫到這樣 好沒關心 你想一下 我把它稍微往前一點 往上移一點 可以接受往上移一點 不行 手上三腳鞋還要大桌 這個三腳鞋 這三腳鞋 可以是一樣的 這樣 不然讓你有點不太像的 好 這腳鞋也太大了 對啊 有點酷穴要 有點 有點腹瀉 這樣 可以接受了嗎 可以接受了 所以那個東西是一樣的 嗯 還是我再畫一畫一下一點 所以 所以 蛤 我是覺得說你可以把那個 原本最大那個三腳鞋 往外扣 然後讓他的頂點碰到那一條線 就是他最外面的那條線 那比較好解釋 哪個頂點 那條線 對對對 然後往外扣一下 然後拉那個 往外扣 不是不是不是 往上移 對對對 往上移 然後路到那個下移 你現在可以這樣 這是這裡的 然後我們做個平行線 噢 這樣的話他只能接上去 做一個平行線 沒關係他現在接上了 會做嗎 接上了 就拿原過來 要辭掉了 這樣的人 可以嗎 包裝 就說那個 畫畫 是那種三腳鞋 你做 跟那種三腳鞋 上面道歉 比起 所以你做了 他有什麼時候 這時候 這條線跟這條線比你 這條線跟這條線比你 這條線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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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腳 是不是等於這個腳 這個腳是不是等於這個腳 所以這邊是一個直腳 所以這邊也是一個小三角形 這條線跟這條線比你 這條線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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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似三角形 相似啊 對吧 OK 所以這是一個相似三角形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條線比你 這要練習很多次 這要練習 我在高中的時候 到高中的時候 到高中的時候 也還在畫 每次到這個地方 就要自己在畫一次 再想一下 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過程 就是要想一下 到底哪個腳跟哪個腳 相似齁 我現在講一遍 如果你忘記了 看看錄影帶 自己再多畫個十遍 你一定就記得了 好不好 回來 這是一個相似三角形 你現在不知道 或是你確認 回去再確認 因為這樣畫個十遍 再確認一下 好了 所以 這一段斜邊 你看這個高 高是這邊的力 是等於這個C比當D 有問題 所以F會等於什麼 F是我們想知道 這邊的力有多大 所以力會多大 力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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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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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C V C分子V 乘上MG 是吧 請問這個F 跟MG 那個比誰比較大 F跟MG F比較大 MG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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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C 是斜邊嘛 V是高嘛 所以C這個分母是比較大的 分母比分子大 就是小一嘛 所以MG一定小於MG嘛 C分子VMG一定小於MG嘛 是不是 合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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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合理 所以我在推這個東西 我放在這個鞋板上 我推它 需要是不是省力 我有沒有省力 我有沒有省力 有省力吧 是不是省力 我只要用C分子V的MG就可以了 我是不是省力了 不會 子虹 看起來有點疑惑 你的疑惑在哪裡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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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疑惑在哪裡 所以MG會跟V等長對不對 不會 不會啊 為什麼 這比例關係怎麼等長 我說那個C跟那個V等長 不對 這是比例關係嘛 不會等長 我問你會不會等長 再講一遍你問 就是MG會不會跟V一樣長 不會啊 為什麼不會 這是比例關係 不是 沒有那麼數學 我說這一段能力 它會不會跟這一段很長 不會啊 為什麼 我會照理 我會照理 那你怎麼畫 畫出這一段 我隨便畫你 都會說 這麼長 可以啊 那他 這一段 不就更長了 對啊 所以他比例關係也有關係嗎 那你要怎麼 然後我 就說 你這長 這 大家是省力的 這個是長度關係 你看現在 現在 關於的問題是說 講說這遍畫這麼大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那你這一段 他不就變得這麼長 變這麼長 有關係嗎 請問這邊遍多大 B C15 A15 D1 Bmg 跟越南不一樣 Mg變長 你畫的長 跟他大起來有關係嗎 同學 我如果畫 Mg 10公分 10公斤 你說你這樣推 是省力的 所以 你用 你一定是用這樣推 跟你把它抬上來 你的兩種方法 都比較 跟你這樣畫很開心 不是啊 他你 抬上來之後 你的 你的 Mg是這一段 我的mg怎麼是那一段 那一段跟mg 超常的 你現在畫這個東西 你現在解說 這樣就不成立 這跟我的b怎麼跟mg有關係 不是 不是 我是說 那這個東西跟 很利 有什麼關係 我還沒講 好 那繼續 那 你剛問的是說 我的mg是要跟b等長 對啊 不需要啊 mg要和b等長 mg是力耶 b是個長度 是個高度耶 b假設在這邊是3公尺 mg是5公斤 5公斤跟3公斤會相等嗎 沒有關係 對啊 為什麼你要為什麼 mg是跟b等長 沒事 有關係嗎 沒事 好我現在 快點哭哭了 好了 這邊要推個力 是不是可能這麼大 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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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看起來是有疑問的樣子 你先把他張上起來 對 對 對 我剛剛看到 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這樣 這樣子就這樣做 可以證明說 他就是要超越大力 所以為什麼你剛剛這樣 這樣 這樣子 這樣做 你剛剛那個 mg 跟c 跟b 對啊 然後這樣點證明說 然後去推倒 所以這個 這個前提是他們是相似那樣的 真心 你同意 相似那樣的 所以這邊的長 抵到這邊的長 會等於這邊的長 抵到這邊 對不對 這邊是不是mg 這邊是不是f 所以f比mg 是等於這一段 比這一段 對 所以f抵到mg等於b 比c 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問題 我把mg移過去 是f等於b 7分之bmg 這個問題 這樣同意的嗎 同意的 ok 我現在把他推上來 我用什麼力推他 我用這個 這麼大的力去推他 是不是 是不是 我們做了多少弓 來回到弓 做了多少弓 做了多少弓 是f乘上b 在這邊f多少 是不是那麼大 是等於c分之b乘上mg 那b是多少 我推得這麼長 c 是c 對不對 所以等於什麼 我瘀掉 mg v 是不是 好 我們再看個事情 假設我沒有這個寫板 我直接把他的物體從這邊抬上來 我去看做多少 mgb 是不是m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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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高度V嘛 我把它抬上去 我是不是用mgb 抬 沒有啊 是不是mgb 所以公是不是相等 公相等 公相等 有沒有看到 公相等 我直接從這邊 抬上來 跟我同心了 你慢慢慢慢推上來 我做的工是一樣大 有沒有 看到了吧 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喔 我胃也程度不一樣 我胃也程度不一樣 胃也程度不一樣 胃也程度不一樣 一個移動c公分 一個p的距離 一個移動c的距離 一個移動c的距離 另一個移動p的距離 對 他的胃也程度不一樣 所以他力不一樣 我用人體比較小的力 對啊 他力改變成 他力小的不同 我用小的力啊 對吧 所以這個東西 跟我們剛剛做花鈴一樣 真的看到我 這是一個省力中 對不對 我為什麼用斜板 因為我推就很省力了 我用推就很省力了 所以我想更省力怎麼辦 我把板子加長 如果還不夠省力 我再把板子加長 最後就變平了 對還不夠省力 我再加長 我就可以更省力了對不對 因為省力的比例省多少 是不是這個斜邊分之高度 我這斜邊越長 我就越省力了 越通 通道裡 我斜邊越長 我走距離又越遠了 對不對 你看一下啊 假正把東西變成什麼 變成一座山 這是一座山 你想要山頂上去 你們怎麼走 第一個 直接走上去 很累嘛 很累嘛 所以你們都怎麼走 是不是走三進 三進 三進可能都是到 大反正 對不對 我們就是走三進上去 為何走三進 因為距離比較長 就省力了 不要滑 就不要滑 你就省力嘛 對不對 省力啊 所以省力就是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是因為鞋面的關係 我們就可以省力了 這是一樣道理 可是這樣走三進 走省力的裝置 會有一個東西分類 為什麼 因為摩擦力的關係 我們走在三進的過程當中 增加很多摩擦力 除非像這樣子 我有去過很多滾輪 減少摩擦力 可以盡量確保到 我省力所做的勾 跟我真正做的勾相相大 但基本上是滾輪 就算你有滾輪 你還是沒辦法做 完全沒有摩擦力 所以通常還是有比較浪費力氣 還會比較耗費力氣 所以通常一樣 這樣還是有比較耗費力氣 但是 因為我們的能力 沒有辦法 承受這麼大的 直接那麼大的 這麼能量上去 那個力量要直接舒服那麼大的 工很難 好 這是工具的問題 沒有辦法一次舒服那麼大的工 所以我會拉回來 就這樣慢慢沈上去 好 這種問題 沒有問題 好 先下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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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영